美国疾病管制与预防中心CDC公布新数据,Omicron亚新BA.2变异病毒一周前仅占全美新病例的约十分之一,但没想到短短一周过后,本周已经来到全美新冠病例的近四分之一。 且CDC分析,亚新BA.2变异病毒已经广泛在美国东北部地区传播,以纽约新泽西地区为例,已占新增病例的39%,而在新英格兰地区预估也达到了38.6%。 加上美国各州纷纷放宽口罩令,并且开始恢复群聚生活,结果也导致4岁以下的儿童住院率上升,甚至在3月中达到疫情高峰期的5倍,平均每10万人中就有14.5人住院。 相较之下,2021年夏季的儿童住院率,每10万人中只有2.9人。 且累计疫情至今,美国新冠病毒死亡人数已经超过99.2万人,直逼百万大关。 东西新闻团队,洛杉矶报导。